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周三表示,如果有关中国未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,采购承诺的磋商失败,拜登政府将考虑一系列选项,包括可能导致新关税的新贸易调查。 美国周二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,中国在贸易协议中承诺的购买目标只实现了不到60%,远未达到两年内购买量从2017年的规模增加2000亿美元的承诺。 据总统府新闻局消息,正在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的哈萨克散总统托卡耶夫,10日同俄罗斯总统菲拉基米尔·普京举行了会晤。 托卡耶夫还向俄罗斯领导人就1月事件期间对哈萨克散提供的支持表示了感谢。 普京说,作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,俄罗斯按照条约第四条向哈萨克散提供了援助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评价了由美国、欧大利亚、日本和印度组成的四国安全对话,共同体外长会议议称。 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试图根据意识形态建立派别。 据当地媒体报道,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的非盟峰会上,采取了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措施。 在非洲联盟外交部长组成的部长历史会峰会上提出的建议范围内,决定今年在中国首都北京开设长设办公室。 北京动物会赛事持续,针对比赛细节网友讨论颇多。 美国出生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朱一首次代表中国队参加北京冬欧史却15摔倒,引起网名扣诸比格。 官媒发文即讲文,多个社交平台大理封杀言论,微博官方称已对上千账号删除4万多条贴文。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强调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地上兴建非法定居点,有害且违反国际法,并强调在巴以问题上的两国方案。 贝尔伯克在西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亚尔·皮拉德,这是他访问该地区的第一站,包括以色列、巴勒斯坦和约丹。 通过在北京当务会仪式上突出维吾尔人的形象,中国正试图在东都撅散、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的指控中,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改善其形象。 然而,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不少的维吾尔人选为活距首,但其中一些人现在被关在集中营或失踪。 在2022年2月9日的社交媒体声明中,维吾尔活动家阿波多维·李阿尤普写道, 两名被无辜监禁的维吾尔人,一名是他的表弟,另一名是他个人认识的, 仍在中国官方网站上,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首名单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